当古剧机奔上歌手舞台的时候,大部分的观众都会十分的惊讶,请他来做什么?他不是个演员吗?原来我的舒黄还会唱歌等等,的疑惑的声音顿时响起,而经过了几场歌手的比赛下来,评论也从原来的疑惑,变成了疑惑的声音。 我肯定,1994年古剧机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爱的解释》正式进军乐坛,他早期的歌曲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于1997年,推出的《欢乐经销》,此歌曲为他带来不少的奖项,包括香港的商业电台《赤诈乐坛》流行榜,《赤诈乐坛》男歌手银奖等,可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他的事业开始向下滑落,期间转向国内发展, 并接拍了一些国内和台湾的电视剧,如改编自成谣小说的《情深深与萌萌》,《环珠格格三者天生人间》等,由此进入了内地观众的视线。 所以广大观众对他的影响都是他演的角色,而不是他唱的歌曲,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应该算是《贝和舒环》这个角色耽误的好歌手了。 那年,胡歌曾一度使电视剧主题曲插曲的演唱专页故,他的歌一般都更加丰富角色内心或者概括角色的一声,更为角色加分。 最忘不了的是天亮以后和月光,天亮之后留住你该用什么理由,也许是哪里走错,路的尽头没有人等我。 这两首仿佛看到了地瓜在时间停滞后回过山来发现怀里的小气再也找不见了一样,他的逍遥谈,六月的雨,忘记时间也都是,类经典,令我惊喜的是他的快歌,印象里唱功不好的人快歌不会太好。 他的高手光观,以及为怪侠一只没唱的天地没花还节奏感还不错,至少听起来不觉得甘打,尤其是高手,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风起时感觉到他的唱功进步。 这首歌虽是大作大歌词,虽然才斐然,但总,不是那种异动,也一起过敏那种,曲调虽大气磅礴,但不是流行歌异于哼唱的那种,而且这首歌每句最后一字总是拖得很长。 所以感觉胡歌在这首歌相比以前的金色的声音更多了平稳厚重,对于气息的控制和平稳度更好了,不过这首歌作为天内空拖电视剧,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但他凭借这些主题曲插曲,已经可以充分的证明胡歌是一名实力歌手,但是没办法,胡歌都在演艺事业上的光芒太强大,强大到让人彻底忘记他,也是个不错的歌手。 当小编一提到陈小春,小伙伴们第一时间,想到的绝对是蛊惑在里面那个放荡不羁的山姬,要不然就是陆顶记里的韦小宝,想必很少人会想到陈小春是个歌手的身份。 但是陈小春在音乐上的造诣,也如同他的演技一般,值得让人肯定的。 他的声音也十分的有质感,演唱的许多歌曲,也十分的让人朗朗上口,独家回想,神啊,救救我,没那种命,那你,算你很能等。 可是就是无法让人记住他是个歌手,真的被耽误得有点严重呀。 还有陈小春跳,舞也是很厉害的,舞林争霸可以请他来做嘉宾,与杨丽萍老师坐在一起点评学员,没有一点真本实是不可能的,精心的会骂惨他。 黄博的希望正本是变成歌星,他初中唯一的给一张奖状仍是对于歌唱的龙城中学生歌手竞赛优秀奖,这也是他后来赖以生存的救命的草。 那时他瞒着爸爸妈妈每天在歌厅驻场,悄然唱了一个月,挣了两千块钱,而那时他妈一个月公司才三百人,但因为表面要素,黄博没能变成歌手,可是却成了影帝。 这就是命啊,所以,有时翻你喜爱的不必定是你拿手的,但把你拿手的本地做到最佳,或许上天会在另一条大路上给你起色,黄博就是最佳的比方。 这几年黄博不也出了几张专辑,钟汉良最近几年因为电视剧作品而红得发死。 田龙八部,让他过了一把乔峰的瘾,何以生肖默,中的何以真成了经典,更是让钟汉良成为了粉丝心中的国民老公。 其主演的《天涯明月刀》,《最美的时光》等也讨评无数,现在的很多年轻粉丝一定还不知道。 其实钟汉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歌手。 钟汉良的师傅是香港著名歌手《腿正肖》。 七作品《有鲜纸贺》,《999豆玫瑰》,《血浩鸟》等名曲。 钟汉良就是被《腿正肖》一首提携出来的。 1995年,钟汉良发行首张专辑的《Ria》连续两年被评为台湾时,大最受欢迎偶像。 成功后的钟汉良成立了自己的花花草草音乐工作室。 2004年音乐,推出第七章国语大碟,《流向巴黎》,主打歌《流向巴黎》。 不太温柔,《暗恋像炸弹》获得好评2010年,发行专辑《视觉动物》2011、2012年两度获得中国歌曲台航榜年度最佳舞台演艺男歌手奖,和一声肖默的主题曲《合一爱情》,《捉妖记》片维持其书。 天涯明月刀主题曲天涯明月刀,《封城墓碟》主题曲都是由钟汉良演唱,本在歌台有着自己的一片天地。 钟汉良却因为相貌将好,气质出众,加上炉火纯青的演技,成为演艺圈一等一的演员。 对于钟汉良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但也挺可惜的,要不是被演戏给耽误了,没准钟汉良将会成为一位歌王,被演戏给耽误了的歌手还有张卫健。 1984年,张卫健以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冠军身份出导漫入娱乐圈,在张国荣的帮助夏金雄歌坛。 张卫健在音乐上面,成就火歌就不一一列举了,上一张他的获奖单看看。 由于有着表演的天赋,并加上对表演的喜爱,张卫健在做演员上的成就要远远大于做歌手。 张卫健主演的《小宝宇康熙》,《少年英雄方世遇》,《随唐英雄传》,《小月儿》与花无缺,《起天大圣尊悟空》,《少年将三封》,《天下第一》,《陶雪威龙》等,等有名的电视剧电影。 如果你说没看过,说明你的确是太年轻了,后由于各种原因,张卫健慢慢的离开了观众的视线。 张卫健本是有着音乐天赋与音乐才华的歌手,却在当演员的路上让自己大红大紫,可以说是遗憾的,也可以说是幸运的,出的就被运为张学游的接班人,一把好嗓子。 总有人说郑中基唱歌那么好听,为啥要去拍那么多烂片,说他不务正业,也有人说他是富二代,只是玩玩票而已,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郑中基怎么就突然不唱歌了? 听一听在十三年金像讲,郑中基平低出喜剧,李饰演的那帝老板,再次读得最佳男配,最马金像都得奖了,证明他的演技也获得了所有人的肯定。 当他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才让大家知道浪子回头,真的需要勇气。 下面是获奖感言的原文,我知道从我出的以来,给大家的印象一直不好,因为我爸爸是唱片公司的老板,而我自己以为唱了几首歌,就觉得了不起。 所以我经常闯祸,但是我这辈子运气总是很好,一直有疼我关心我的人。 我记得我出事的时候,应该讲的就是飞机上条西空姐被赶下街的那一次吧。 第一个找我拍戏的是刘伟强先生,多谢你刘伟强先生,而我也没令他失望,拍爱神如梦,第一肩摆神我就迟到了,因为我开车酒家了,去了法庭。 这时候刘伟强先生对我说,他说浪子回头筋骨话,你要自己想清楚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还有大把时间,不过你真的要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我将我自己认为,做得最好的唱歌放下,我去了拍电影,从我不会的东西开始做,一路被人骂,因为我真的不会,常常做错事。 这段时间有很多导演非常照顾我,古得招先生他一直找我拍戏,这让我学会了坚持,今天大会把这个奖给我,我不会说我会继续努力,因为说没用,我会继续用心做给大家看。 阅读十万家,文章内容不代表UC平台观点。